9點28分 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三一同過生活呢 我們要 來跟家裡的臂癌說 掰掰 我說這個臂癌掰掰喔 大家可能第一個想到說 是不是要那個 交防水啊 什麼什麼不是 我們今天是在講喔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們今天是在講喔 臂癌通常是因為 漏水或者是太潮濕造成的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喔 我們知道抓漏是非常困難的喔 你不要說你做不到 師傅也不一定做得到 但你怎麼樣 至少可以讓自己看起來 不要這麼痛苦喔 那最簡單 就是你把你的牆 重新粉刷一下喔 你就會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而且大家知道嗎 因為最近其實 很多活動不能進行 大家宅在家裡面的時間變多了 我真心覺得現在是一個 改造家中的氣氛的好時機 沒錯 你需要什麼東西來改造 你不是說 喔我要去買一大堆的家具 回來重新放 不用 你只要一面牆換一個顏色 欸你就像換了一個家一樣喔 所以喔 但是喔 而且因為我最近剛好要搬家 所以我剛好 最近在找油漆 就是要把一些 就是新搬過去的這個家裡面的 牆壁之前有人畫的這個髒髒的東西啊 小朋友畫的亂七八糟的蠟筆啊 我想說 有些人說應該是房東要去刷 再交給房客 可是我們房東沒有做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油漆又不貴對不對 不貴不貴 自己買自己挑自己喜歡的顏色 把它刷好 而且我覺得如果趁著假日的時候 在家裡面大人小孩一起做 根本就是一個親子活動嘛 沒錯 我個人覺得超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就請到了 特立屋的油漆達人 吳承偉 陳偉 你好你好大家好 要來告訴我們家裡面 是不是什麼狀況都可以直接油漆 或者說我在油漆之前我要先做些什麼事情 先來講一下 剛剛我們講到壁癌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其實壁癌會發生 一般都是因為家裡屋子老舊 產生一些所謂龜裂或是牆面粉化的時候 造成所謂的水氣滲透 造成你牆壁面因為濕氣關係造成一些所謂粉化 氣泡 剝落 甚至白化或發霉現象 其實這個就是壁癌 欸又長什麼樣子 有有有有像這樣子 欸等一下有沒有你們這邊有壁癌 因為你知道他們特立屋每次來都會在 喔這個是叫 這個叫白化粉化 等一下等一下 嗯 欸這也太噁心了吧 喔其實 這是發霉吧 這個是很輕微的 欸大家看一下喔 你們家裡壁癌有這麼嚴重嗎 因為如果現在各位朋友 你想要知道怎麼樣自己在家裡面 DIY處理家裡面的壁癌喔 今天呃陳偉非常的貼心 他做了很多的手板要帶來給大家看 就是說欸可以怎麼做 那當然有一些東西也是我們可以自己試著做 但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也可以請你們的專業師傅來幫忙做 對沒錯我們都有專門施工人員 對好所以喔 我剛剛就問他什麼樣的狀況比較容易有壁癌 或是什麼樣的環境材質 比較容易出現壁癌 那初期不嚴重的話可以怎麼處理 然後大概長的是什麼樣子等等 先幫我們回答這一部分 嗯嗯嗯 呃其實一般居家潮濕環境像山區啊 一些狀況其實都比較會容易會有壁癌的現象 或是家裡呃可能像容易下雨啊什麼的 嗯然後老舊 然後因為其實台灣算多雨潮濕環境 嗯喔房子大概五年十年後 因為外牆的因為日曬雨淋下造成焚化很容易吸水 像可能家裡浴室隔壁也會 因為天天洗澡嘛水氣一直滲透滲透之後 就容易造成壁癌 嗯像這種現象壁癌白化現象的時候 喔你要做所謂檢疫處理就是說 可以用所謂刮刀 先把它刮平 先做一些所謂清潔 我覺得好可怕喔 他這個看起來有點像你知道 我有一個敷臉的面膜 是是把他那個擠出來的時候 他是像那個乳那個薄薄的一層乳液 可是擦到臉上之後他.. 他會崩嶋 rom Noble 起一堆白泡泡 就類似 像在 kä cheaper 整個臉改是白泡泡 對然後最後呢再把它呃 再把它這個呂呂 刮刮刮刮掉之後 再把它洗掉 對 這根本就是像那種白泡泡嗎 噢這個其實還算 他是毛毛的嗎 他其實會有點像棉絮棉花 那個是發眉嗎 它其實是白化 喔其實台灣人壁額有兩種現象 一個叫做所謂的发眉 一個叫做所謂的白化現象 這就是白化現象 有的是會發黑霉或青霉 那叫做發霉現象 這個時候你清潔乾淨之後 你可以用所謂白化清洗劑或是除霉劑 先做一個所謂清潔動作 你是說先刮掉之後嗎 刮掉之後 對 刮掉之後然後再清潔 這個是我看第一個是先刮除隆起的白化物 第二個是使用必癌溶解劑清洗必癌 就是噴噴嗎 其實有噴的有塗的都有 對 好然後再來就是 塗上防水塗料或噴劑 對一般我們建議是 是要有附水壓的防水塗料或是噴劑 建議至少塗刷二至三次 不要只刷一次喔 只刷一次其實效果沒有很好 對好所以這個東西都算初期的必癌嗎 對算是比較簡易型的必癌 那如果是嚴重的呢 嚴重的話可能會像有些什麼水泥剝落 不過快露出鋼筋 喔 唉唷不要懷疑真的有 我看過的只有外面的那個白色的整片掉下來變粉粉的 其實不會喔我們有遇過很多客人的狀況 拿照片給我們看的時候 有時候已經露出鋼筋了 有的已經像棕爐石一樣一針石頭在那邊 你是說台灣嗎 對台灣 他住在山裡嗎 沒有他住在那個市區而已 真的假的怎麼可能 他就是因為其實這種現象它是會一直累積 然後會擴散越來越嚴重 那你不處理你就會像這樣子 像棕爐石像水泥撥塊露出鋼筋這種現象都有 一般出現這種現象的時候 我比較建議去找所謂的專業人員到現場專業鑑定 評估後再做後續的處理 如果您真的覺得您對這東西處理沒有什麼信心 你可以到我們特地屋 我們都有專業團隊可以幫您做所謂的施工 好那一個是臂癌 因為潮濕台灣就是潮濕 所以很容易尤其住在山區的 就是特別的容易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其實臂癌真的很煩 臂癌說真的不是說只是你邁向不好而已 你一直住在裡面其實也不太好 呼吸道啊皮膚啊其實都會很糟糕 因為他剛剛說那個毛毛的嘛 我都覺得他是不是有黴菌絲 剛剛還有人問你這種久了是不是會長鉤 小鉤就是所謂那青梅綠梅啊有啊 沒有他們可能覺得會不會長出小姑姑 小姑姑其實倒是還好啦 不過如果你是有木頭的裝潢的話就很容易會 就可能長小姑姑 好可怕 我遇過那個木頭裝潢打開裡面都是一堆香菇 好噁心喔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就請大哥說你這種狀況 你可能要先把你的木頭的狀況整個拆掉 再最後去處理 真的假的 所以你看過最嚴重的這個算嗎 算啊算啊算啊 這一定是嚴重的 因為等於是你潮濕 你的環境一直潮濕 濕氣累積在那邊 你才會長香菇啊 然後因為你一直提供他養分 但是你看不到 因為他包在裡面 對包在裡面啊 因為裡面大家通風嘛 我要崩潰了 對而且其實你可能你的生活 你生活周遭你無數不可呼吸的空氣 都是香菇的包子 喔 那個整個對你的肺部啊 為什麼其實台灣人很容易會有氣喘現象 潮濕是一大原因 第二點就是你沒有注重到你家裡的環境 真的要吐了 真的而且他剛剛講就是 你看真的不管你什麼材質 都可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對沒錯 如果是木頭材質 搞不好他包在裡面都不知道 那如果是你是油漆粉 你可能還看得到 看得到喔 看得到還好處理 還處理啊有的是貼壁紙 等到你壁紙捧起來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有這種現象 太可怕 好除了潮濕之外喔 那另外 我相信如果家裡面是油漆粉刷的 所以現在真的比較少人貼壁紙 我小的時候喔 還很流行就是貼壁紙 現在我看喔 大部分都是油漆粉刷比較多 對油漆粉刷比較多 可是其實還是現在會有人一些裝潢的 就是帶局部範圍貼比較特殊型的壁紙 比如說他是那種泡棉狀的 然後有凹凸不平的 然後我們就會弄他就一片 比如說就像這裡這樣一片 然後我們還會做一個框 對 他看起來好像變成一個一幅畫一樣 一個特殊的牆壁面 但是大部分的部分都還是用粉刷油漆 那其實還有一個 如果說今天是這樣的話 你就一定會看到 我不知道不管哪一家 幾乎大家都會多多少少有一點 就是你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牆壁上會有裂縫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去看房子 看到那個我們就很緊張 就說這有裂縫耶 他就安不安全 但是大部分的師傅都會跟你說 他這個其實沒有結構上的問題 只是表面上的一個均裂 對 沒錯 其實基本上你牆壁面出現一些 所謂小裂縫的時候 那個都是因為 因為其實台灣算多地震地帶 輕微小裂縫沒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裂縫 是出現在你的主樑 結構上的時候 如果寬度又超過3mm的時候 我建議你一定要請專業的人員 去幫你現場判斷 你是說他的寬度嗎 3mm其實很寬 3mm其實很大耶 一般你這3mm出現的時候 你其實都可以看到他裡面的鋼筋 好可怕 對對那個真的不行 對那其實都要找轉 可是我們通常看到大多數 他可能就是一條線 像法絲紋啊 輕輕小龜裂 一般這東西都還蠻簡單的處理 你可以譬如說可能法絲紋的話 建議你可以用所謂螺絲起子 稍微把它輕輕刮寬一點點 可以讓你的防水填封土那個補泥 可以把它補進去咬進去 因為一般你很細的時候 你在補那個縫的時候 其實他是你只有補表層 他沒有吃進去 其實這樣效果不是很好 一般會輕輕的輕輕的把它刮寬一點 再用防水的填封劑把它補進去 然後再刮平 整瓶等乾厚之後再用補土 修飾磨一磨之後再長期 這算是比較簡易型的處理 這聽起來不難 其實不難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 剛剛就前面講了臂癌 臂癌的處理 剛剛大家已經看到了 有講過了 那剛剛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是填瓶 填瓶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部分 好給大家看一下步驟 來那個陳偉跟我們講一下步驟 第一點就是先用刮刀或是鋼刷 先把凸起物先做所謂的刮足處理 像這樣子這個步驟 然後記得就是剛剛我講的 如果有細微小龜裂 是很細很細的 建議你用螺絲起子一字 稍微輕輕刮一下 刮寬一點點再來補 這個就是用所謂的防水土泥 我們有擠的有抹的都有 整個整瓶之後 等乾透再用砂紙或是補土 把它再修飾一下 抹一抹把粉去掉之後 再用所謂的上漆動作 對 講到上漆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 我自己之前房子裝潢 然後呢他就會 最後這個設計師他們走之後 就留下了一桶油漆給我 就是說呢如果以後就可能這個房間裡面 多多少少不小心插到啦 或是小朋友畫到啊 你就可以自己補一補 那油漆好大桶喔 就是都這麼大桶 對對對就是那種大桶 然後後來 因為呢也都沒有機會用到 多年之後要用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都已經變直了 怪怪的齁 所以油漆第一個我想問 就是說 都一定要這麼大桶嗎 其實它有 其實現在油漆部分有 其實有一公升一家輪五公升 其實很多的尺寸可以供客人去做 所以選購最大最最大最小的是一公升 一公升就這樣子嗎 小小的其實有時候 你看家裡想要刷一面牆不同顏色的時候 其實可以來選購一公升 一公升就是一面牆嗎 對大家其實 當然是小的啦 不是特別大的一面牆 我問你一公升 我們現在這裡面大家可以刷多少 其實大概就是我們後面這一面牆 從天花板到下面整面這樣其實可以塗刷 一小一小怪 那很方便耶 對很方便 這個是小的公升裝 好所以那這樣我們就知道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家裡面是一面不是很大的牆 其實一公升就夠 對 或者是我今天只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要清理某部分局部的BR 或是裂縫 對修補 小的就夠 對但是如果說你是要做一整個房間 嗯 的刷圖 可能要買到幾公升 至少要一家輪或是五公升的部分 一家輪或是五公升 對 好那如果自己不知道 就是要選購哪些油漆或是油漆的量等等的 那我們可以我們想要請教一些這個專業的人 可是你知道我真的都不知道去哪裡找油漆工 嗯 其實找特立屋就可以 其實特立屋就可以啦 我們其實都有所謂的專業施工團隊 我們提供所謂的免費到福的基本 藏糧服務 我們都會一些 呃 有提供刷油漆的服務 提供刷油漆啊 必然處理啊 一些比較簡易型的處理 當然如果你要比較 嗯 可能接近要設計設計的部分 我們有所謂裝修中心 嗯 也可以幫你做所謂的 欸那我問你喔 如果我們找你的話 你會建議我們使用哪種油漆嗎 一般都是建議您使用比較安全無毒的 對 甚至沒有味道的油漆 像進呼 像什麼進呼吸水塗料啊 喔 進味學校啊 這種產品其實都是ok的 欸我忍不住要幫我的同學打個廣告 嗯 那欸你知道得利塗料 得利塗料 我同學我高中同學同班同學 是得利塗料台灣的那個總經理 哈哈哈哈 所以 他就一直跟我說我們家塗料很不錯這樣子 啊這不是特立屋講的 特立屋可能今天沒有辦法幫各特定品牌打廣告 可是我的小朋友他是得利塗料 他前兩天就跟他家小朋友就是 一起把自己家裡面的那個 一面有 一面牆 沒有說要特別處理什麼 只是換顏色而已 嗯 然後他說現在我就說天啊 因為你知道女生啊 還是我啦我我比較我是比較不會做這種事情的女生 我都覺得刷油漆好難喔 那尤其是那個刷子 我都不知道怎麼刷 就他們說現在其實有那種滾輪很好用 如果對自己施工沒有心心其實滾輪是比較安全 比較好用 對因為基本上你不要太誇張的刷法 它都是均勻的 刷子就不一定對不對 刷子不一定其實刷子刷不好你會像 那你們你們去你們這些專家都是用刷子對不對 因為我們我們是專業施工團隊啊 所以刷也是都很細緻啊 對 所以他就說我就跟他說 專業的會是不一樣 我想要自己刷 他就說那你就用滾輪就好了 對 所以呃現在剛剛好多人在問說 現在的油漆有沒有就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有其實現在我們特立屋有推出一款叫 近呼吸水塗料 它有所謂抗菌防霉分解甲醛 可以分解空氣中的一些煙味 像燒香白白的味道它可以分解 這其實像居家有些小孩子 如果呼吸到危險的時候其實都蠻適合來塗 這是你們自己的 這是我們自己品牌的 哦 所以特立屋現在也有自己的品牌 不好意思我剛剛講的得利塗料 也有別擔心 我們有各大廠牌 立邦得利紅牌其實都有 嗯所以那大家在選擇油漆的時候 有沒有呃就是除了 大家當然是如果都是安全無毒等等 有沒有一些就是你們會建議 比如說他住在不同的區域 假設他住在特別潮濕的地方 你們會推薦什麼樣子的這樣 就是說有沒有這種分別 其實有分別其實七種它有所謂的一般型的 沒有味道的沒有味道耐潮濕型的 我們在跟詢問客人的時候都會詢問他 什麼樣的狀況去幫他判斷 嗯 請他選購這些產品是比較適合他的 嗯 對 那誰會要買有味道的旗 欸其實一般租屋客 哦 或是一些公司行好 哦 其實對這個東西他們比較沒有要求 就沒有那麼要求 就是說講到那個洗冷氣清洗冷氣 你們有提供這種服務 有我們都有提供這個服務 對因為我們自己有這個配合的師傅嘛 嗯 就做清洗冷氣這樣 然後上一次我請他來是去清洗我自己的家 我那個家是房子是租給房客的 嗯 但是我去請他幫我房客那裡面 就我自己房間裡面的這幾台洗乾淨 然後這一次呢我是去 因為我們家不夠大所以我是租比較大的房子 然後我就租我又請他來洗洗的六台 嗯 他就問我說那這個房東會給你嗎 付給你嗎 這個錢我就說不會啊 他就說那你你你 你上次那個是你幫房客洗嗎 房客有給你錢嗎 我說當然沒有啊 他說哇 我說你為什麼都自己出 我說因為我幫房客洗 我會覺得我是在洗我自己的冷氣嗎 那我現在幫房東洗 是因為我在洗我要住的地方的冷氣嗎 對 就是我吸進來的 對 一樣所以我覺得油漆喔 我個人覺得不管你是自己要住的 或是你你買了買了房子 你是要租給別人的 你這樣想這是為你自己的房子好的 對 而且其實牆壁面 是你居家環境最大的面積 其實很多人都會忽略的掉它 你說它會散發出來的 對 其實你一般妻 其實你像你居家環境 你什麼地方最多 牆壁最多 不是你的裝潢最多 是你的牆壁最多 真的耶 對 對你刷到不好的棋 其實那對你的大環 你的環境影響其實是最大的 你走到哪裡 無時無刻都是面對這個東西 嗯 對一個好東西就是提供安全 嗯 對你比較不會產生一些 是後續的呼吸道問題 嗯 可能一些 肝臟排毒問題啊 什麼的 這東西其實是很重要的 好 那油漆刷完之後要怎麼保養 其實居家保養一般是建議齁 你可以一個月可以用試抹布輕輕擦過喔 不是用力摩擦 輕輕稍微擦拭過 把換成擦掉 嗯 然後保持通風 嗯 你可以不用開熟食機 可是要保持通風 然後不要悶在裡面 你的漆的壽命其實就會延長 誰會去擦牆壁啊 欸 大家忽略掉 其實家裡最髒的不是地板 是牆壁面 怎麼可能 為什麼 灰塵其實都一直卡在你牆壁面 你今天路過的時候起風了 灰塵都飛過來 而且是馬上被你吸到 可是灰塵不是應該是 喔對齁 他還沒有落地之前 就已經被你吸了 可是他會附著在牆壁 當然我知道就是你十年沒有插過那個牆 他可能你就會發現 欸有一些那個 有一些那個你家裡面跟你一起共居的小生物 例如蜘蛛就會在上面結網啊 欸對對對 但是我都不曉得說牆壁 你看我們這個錄音間的牆壁 我相信他從二十 二十多年前 那個建造好到現在 應該同樣沒有擦過 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是不會去擦的啦 對啊 大家其實都護理的喔 如果有記得的話 記得最好是擦一擦 把灰塵清乾淨 欸 好 所以 收完之後呢 可以稍微這樣子保養喔 一個月 一個多月 兩個月一次 這樣子可以延長他的壽命 對沒錯 好 那我知道大家每次聽到特立屋來都很期待 因為特立屋來都會送東西 剛剛有很多你們的粉絲在那個 對你們表示支持 說 衛浴裝修啦 或者是家裡面的裝潢 都是麻煩特立屋 對 好 那今天特立屋呢 也非常sweet的又帶來了好禮要送給大家 今天呢我們同樣要送給大家就是 特立屋的禮券500元 上次很恐怖耶 上次根本就是一個暴動在搶喔 等一下呢請大家十一點半的時候 上生活同樂會的粉絲專頁 臉書的粉絲專頁 請上臉書搜尋生活同樂會 在我們的粉絲專頁呢按讚 然後十一點半的時候你會看到活動貼文 回答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特立屋的禮券500元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油漆達人物陳偉 陳偉最後有沒有什麼東西要補充給大家 呃 呃其實我們現在特立屋齁 有做所謂的現場調色服務 哦 現場調色 對像其實如果真的覺得 您有些顏色選擇上的障礙什麼的 其實會到我們現場 可以幫您做誰的諮詢 嗯 還有幫您做一些所謂配色動作 當然如果真的覺得自己施工 真的非常沒有信心 也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都有所謂專業推隊可以幫您做誰的 哦 施工 嗯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欸你們師傅很多嗎 很多 因為你知道外面有時候遊戲工 我們也覺得不是很 其實我們的 很認識 不是很高手 我們的專業團隊其實跟一般外面的那種臨時工啊 你路邊找2000塊其實都不太一樣 哦 怎麼說 對我們都會有所謂的專業幫您包覆啊 清潔 你不用擔心你的財務會受損什麼的 我們都有嚴格的規範 所以你們去刷遊戲也是一樣旁邊都會包東西包的嗎 反正就是整套做整套服務到後 對你完整交給我們 我們也完整還給你們 OK 好 那所以如果家裡面最近剛好就是 因為大家待在家的時間變多 有時候會覺得就是以前有些東西你根本沒注意 或者是他在那裡也不礙眼 但是最近待在家裡的時間變多 就越看越礙眼了 那我覺得不如趁這個時間廉價 三天沒有要去哪裡的話 不如家裡面做點改造 對沒錯 或者是在梅雨季來之前 我剛剛有講今年的梅雨季會稍微晚一點 但是再晚也就是五月下旬了 五月下旬之後梅雨季來之前 其實如果你把你原本的這些病癌處理掉 裂縫處理掉 重新上氣之後 他其實對於接下來新的一波的 這個潮濕的挑戰 其實也是多一層防護啦 對沒錯 看我的觀念多正確 預防勝於治療 預防勝於治療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油氣達人吳辰偉 大家記得十一點半的時候 上生活同樂會粉專來抽 特林烏送的五百元禮券 謝謝陳偉 謝謝大家 謝謝陳偉